这位先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位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 通过前面这个短片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 您曾经经历过一次人生非常大的灾难 2004年7月份 我是因为工作外出 因为这个司机的误判 造成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我们的车直接当时就报废了 把我从车里 从高速公路上 直接摔到了旁边庄稼地里 当时你有心理准备吗 你有看到过这个情景 坏了 要出事了 没有 就感觉是眼前一黑 瞬间好像世界就是一片黑 家里就乱套了 当时醒来的那一瞬间 看到什么了 就是一堆白大褂 来回拿着各种这种器械 在我身边来回的这个走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还是 我属于是中毒脑震荡 那你当时有没有意识到 这个情况会是怎样的 不知道 当时没有对这方面没有任何意识 那你看到那么多白大褂在身边 不会觉得这事可能有问题了吗 或者用咱们很通俗一句话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梦里面似的 飘飘乎乎的一种感觉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这个身体真的可能出大问题了 从回到这个医院 等我就是逐步清醒的时候 就我看到咱们那个每个床 不有床头卡吗 就是显示病人的这个名字 这种症状 有一天我无意中 我看到一个护士给我床头换了个卡 我说写什么呀 身边人就说没什么好看的 我就在我吉利的要求下 他们拿回来了 就当时我一看 我压缩性骨折 办劫摊 我妈当时就哭晕过去了 这个劫摊当时我就 账上摸摸摸头了 我就觉得 这个劫摊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当时就是 我就问别人 没有一个人就是会说 那也不敢说 怕他接受不了 有一天其实有 因为我们那个病房里 他住了其他一些病人 很多类似这种情况 捧那个病友 然后其实在他们交流当中 我发现了 我贪了 我可能一辈子 可能做不起来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